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一个 经常令人混淆的文法规则 那就是表条件或时间的副词子句 通常以现在是代替未来是 这是大家很难理解的 为什么要用现在是代替未来是 那又如何去判断 这个句子呢 这个子句是不是副词子句呢 那有时候它是一个名词子句 就不适用于这个规则 那现在就有老师来为大家讲解 如何去辨别 好我们看这一句 通常这种句子的连接词有when 这是表时间 if 这是表什么条件 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 after before as soon as 这个都跟时间有关系 unless是除非 是表条件 这些都是符合表条件 或者是表时间 那至于这个副词子句怎么去判断呢 现在就教大家怎么判断 好这个if我们看到是表 条件的 那这个子句我们知道这个是s 这个是v 有s加v的那就是一个子句 明天如果下雨 那我将会做什么动作 这个子句跟后面这个主要子句做对照 我们去判断 它跟谁有关系 这个子句 是不是跟动词有关系啊 为什么 因为 我将会做这件事是 在这个条件成立之下 我才会去做这件事 所以跟动词有关系的 那就是 副词 所以这边是一个副词子句 这个cl就是子句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句 好这边 when 这边是指时间 好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同样的呢 这个是s 这个是v 所以它是一个子句 那这个子句 跟谁有关系 一样的 也是跟 后面这个动作有关系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会怎么样 可见他们是 连在一起的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以这个 现在式代替未来式 所以这边 即便是 tomorrow 我们就不用 it will rain 这边还没回到家嘛 表示是未来 可是我们就用 returns 是用现在式的文法 但是呢 同学比较有困难的 就是说 有时候 if 他连接的一个子句 或是 when连接的子句 他并不是副词子句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是用这个规则 这是未来式 还是未来式 还是让will 不可以 就用这个 现在式代替未来式 那怎么判断呢 我们往下看 这个两个例句 讲解 大家就可以了解 我们看到这个 you 这是主词 然后 这个部分是动词 好 那如果说 这个when 他这个子句 从这边到这边 它是当这个 known 这个动词的 o 那这边 就不叫副词子句 这就叫名词子句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只有名词型 就是名词 他才有资格担任 受词 所以说 我们知道 这个when引导的 他并不是一个副词子句 不是adv 他跟动词 主要子句的动词 是有关系的 副词子句 但是当名词子句的时候 通常他就是 担任主词 s 或者是担任受词 经常都是这样子 同样这个句子也是 please是起始句 它的主词是省略一个 you 所以 这个v在这边 me是间接受词 他等一下会不会来 请告诉我 这里if引导的是 直接受词 d.o就是直接受词 请告诉我 等一下他会不会来 那 很明显的 他 这个if引导的 算是 tale的 直接受词 所以 他说 他也是一个 名词 词句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未来是 他就还是要 用到这个 乌有 而不可以用 现在是代替未来是 这边tomorrow 他还是用 乌有 所以这是 只要稍微能够 把它分析一下 应该可以知道说 何时可以用 现在是代替未来是 何时不能 当然这个听过之后 还要做练习 所以请搭配我们设计的练习题 做完之后 大概就知道 自己 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判断 到底是 副词词句 还是名词词句 好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